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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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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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白龙帝军的话稍微少一点 反正都是一样的战斗嘛 对 一样 我本座失望 本座在此承认 你通过了考验 白龙帝军齐犯 请封天律帝赤 与此功行契仪 有成命济淫者 得于亲政其能 许以授简明镜 并起似龙之道 申子俊 本座已经将注词刻到了御简之上 此悟在之后 对你至关重要 将它好好收藏起来吧 申子俊 你承担的重责大任 关乎天地人士的未来 虽然 这段旅途漫长而艰苦 但本座相信 你身为不凡之人 必定能不负使命 完成千年前 留下的未经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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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子俊 申子俊 有劳你远道而来 这一路辛苦了 申子俊 想必你是为了完成正简之一而来 能不能负使 override 从前明前回看得起 晚辈虽身手低微 也自当全力以赴 喊请前辈不吝赐教 你怎么会这样的 不用自谦 让本座好好瞧瞧你的身手吧 过许还略有不足 不过也已经十分了得 黑龙帝君齐则 请奉天律帝赤 于此攻行弃矣 有成命记忆者 得于亲政其能 许以授剑名著 并起似龙之道 chair 皇上 皇上 曾子俊 本座已经用咒术 将柱子刻到玉茧之上 你知道这是何等重要之物 这就将它收起来吧 申子俊 恭喜你完成了最后一次证检之仪 你已经齐备四块玉检上的名文 而在你找到第五块玉检后 天命将会给你最后的指引 并为你开启萧云之道 你已经完成了证检之仪 无需再次多做耽搁 这就快去吧 在最后的天使来到的时刻 五等会在比方等着你 这一把这个这个装备应该是给主角的没错 龙云宝衣 我家蛮多了 怎么感觉很像那个皇帝的衣服啊 对对对很像龙袍不觉得很像吗 这之前我借他两千块的那一个 陈星笼罪 遥光灵索 这是给白霜咬的哦 是五万哦 不是两千哦 反正我就快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遥光灵索好 这个就直接给他装了 六阶的 你们果然盼到了 可让我瞧瞧 你们找到这些药材种类都正确 品色很好 只要再加上调整好的药因 马上就能做出魔斧之毒 你们烧带片坑 我这就去调整魔斧之毒 那就有劳前辈了 你们遇上炎黑虎后 必须全力思维 等他伤到一定的地步时 他停着魔斧就会苏醒 将魔血入入脉中 而起护命之能 此时他受的伤会以神术痊愈 四肢百骸变得硬如钢铁 硬工伤不了他 必须从魔斧刚苏醒 他身上三十位腹之际 是否将这包毒粉扫到他身上 让毒性从伤口入体 一旦毒上行到了魔斧 炎黑虎便会失去魔斧的护体之能 借时要对付他便不再是难事 不过机会只有这么一次 如果没有用错的时机 就再也没有方法能除掉他 天来并非意识 不过事到如今 你只有试试看了 这你就问对人了 在地下密道的机关门是左右相对 死狂伴众关上机关门时 同时也开启了通往我这边的门库 也因为他们违反这个约定 你们才能进到我这里来 虽然到机关门的书鸟 此刻掌握在死狂伴众手中 那这个房间里还有一道机关门 可以自动 直接通往他们的地盘 这道机关门你黑炎黑虎也不知道 正好那你们攻起不备 原来如此 那真是太好了 在你们对付炎黑虎时 我就着手开始医治那个姑娘 实行这手法 极为耗时费力 在这期间 绝对不能任何人打扰 因此在你们出发之后 我会关上所有通往此地的机关门 在完成之前 你以美不许进入 明白了吗 晚辈明白 闻姑娘的事 就麻烦前辈了 机关门已经开启 等你们出去之后 我就会把他们关上 且记 连黑虎比我们想象的还难对付 千万不能大意 我只能祝你们一切顺利了 多谢前辈提醒 晚辈会牢记于心 我根本是鬼迫失望吗 嘿 你们总算来了 老子等你们很久了 割一下 就是死狂帮众手影炎黑虎吧 带一下身子去 女朋友一行 为了租出你而来 好个开门见山 有意思 你叫身子郡是吧 你们能闯到这里来 肯定有几份本事 正是绝架的材料 等我解决了你们之后 再来慢慢挑选 忠义的部位 哼哼 这回谁是大姨 这老家伙出满老子在先 看待是他以你们来此份上 就饶他一命 不过结果要他不敢造势 可可能得吃点苦头才行 哼 你这万恩负一之徒 你以为是自己祝贺多段 才会引来今天这货 结果你不但把这 这挂在大姨前辈的头上 而且对他不利 难道你忘了担心前辈的救命之恩吗 哼哼哼 我言黑胡可不是傻子 前头的机关本已经观察 必定得了担音之处 才能从后面的小鹿摸进来这里 哼 可叹他已经忘记当初 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患难之情 也不顾念我曾帮过他的种种好处 如今 你只想摆脱我而已 不过 他若以为你们就能对付得了老子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既然他对我不仁 那我之后也对他不义 哈哈哈 言尽于此 就让我们来了解这场早该结束的原因 言黑胡 你为了变成世间不容的非能怪物 和害你无数人命 其人 就由我们来 来为他们逃回公道 好 此言差异 如今 他们已经成了老子身上的一部分 可以跟着老子一起涌吹不朽 这可是凡人难游的殊荣呢 不过 无需羡慕 不久后 你们就会与他们一样 来吧 感觉蛮强的 灯天仔 又不是 咸鱼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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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马仕分店场没错吧 这个分店场好弱哦 怕光哦 咸鱼操的 咸鱼操的 很多都是高器的 或者是咸鱼操的 就是这个 那十九不曾有过的感觉 痛楚与狂怒化成深渊般的寒冷 重斥肺腑与死之败害之中 麻木延续了疼痛与疲倦 让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 然后你们全都得死 眼黑虎身上似乎发生了某种惊状 莫非就是当云前辈 先前说过魔府苏醒之招 实际稍纵何事 你赶快用魔府制度才行 把这个时候赶快放好 中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那冰寒的感觉 可是慢慢消退 充满全身的力量 跟着逐渐消失 我又感觉到了痛楚与疲倦 神小子 你们刚刚用的紫色粉末对我做了什么 炼黑虎 你所平时的魔府之地已经没了 现在起 常常正正与我们一较高下吧 子弹一 免死他 告诉了你们克服魔府的方法 我要杀了你们 再去讲到碎尸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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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们了 看来一切都结束了 不会的 你会再放一样的错误 你肯定会 你肯定会 我在此预告 他把手走了 伏笔啊伏笔 鬼魄斯王的伏笔 但前辈不用客浅 我们也是靠您配置的魔府之毒 才得以顺利地打倒炎黑虎 不过你出现如此及时 莫非是想从他身上 取回什么东西 应该已经动完手术了吧 我取回了机关钥匙 与炎黑虎身上的魔府 这玩意儿虽然是有些邪门 不过将来 或许还会有其他用处 那姑娘的眼脉理心 也已经完成 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 那她在悬水里带上树立 等窗口完全全意之后 我会用药物让她苏醒 然后亲自送她回开封城地上 她的心病从此不会再发作 可以过平常人的生活了 那是不是太好了 温姑娘得以重过心声 这可是沉默 丹音前辈的神迹所赐 我原本就想在她身上 验证心落错位的制法 之后还是靠了你们的诸多协助 我才得以完成这个心意 你们也帮我除掉了炎黑虎 这两件事都已尘埃落定 如今诸事已了 我在这里的日子 似乎也该告一段落了 丹音前辈 决定要离开这里了吗 嗯 送那姑娘回家之后 我就敢骑匹子回去 与闺女团聚 然后设法 把珠般器具搬出此地 另外寻找新的藏身处 人里的东西需要不少时间 为了途中不遭人意外打扰 我用钥匙在机关门永远关上 不再允许任何人进入 所以若无意外 这应该是我们在开封城的 最后一次见面了 若我们真有缘分 或许将来还会有机会再相见 而我会期待那一天的 身子倦咱们后会有期 陈莫丹前辈看得起 晚辈也期待将来 零永再见之时 对你早日找到新的藏身之处 咱们后会有期 看来这一段事情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虽然 为时代这不经天的地下狗曲 忙了好一阵子 不过如今诸事尘埃入定 这些努力也值得了 正是 这回有幸得到申兄弟 与大伙的协助 将长久以来潜伏在地下的 无忧洞盗匪 与死狂帮众一举轻巧 为开封城中百姓 除去一个大汉 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话说咱们立了这番大功 虽然不能明着上开封府去领赏 不过总可以自己 好好犒赏一下自己吧 姚妹这个提议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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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少侠 沈少侠 股剑 干匠 这把剑肯定没有现在的身上的好 这把就是当初生末之刃转英凤人 在一个故人的那一关解救的天兄们弟子 有达成条件的话师傅我会送你一把干匠 我记得是这个了 那他是怎么从生子菌交给英凤人手中的呢 奈人寻味 哎呦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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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只有两个我不知道什么 我不找了我要关台了 然后 然后去找祖萱哥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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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得到 我知道了 啊 得到 这儿 如果不來的話他就他是不是就會掛了 旁邊藏藝風我們剛剛講的話他有沒有圖像 有耶他有圖像耶 我像呢我還以為藏藝風沒頭像 艷風不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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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肯定原因為何 曾子君 他身上有個非常麻煩的問題 你最好要有心理準備 前輩你怎麼突然用這麼嚴肅的語氣 會不會何大叔他得了什麼難知的病嗎 也可以這麼說 他剛才之所以會突然暈倒 因為聞到我正在念知的某種意識 魔腐之藥的藥氣 這氣味於尋常人絕無損汗 只會覺得難問得緊 而若是體內有魔腐之人 光是聞到這藥氣 魔腐會順時縮止 而起風心斷脈之效 看起來就如同突然昏暈 我也查看過他左樂下一寸 確定是魔腐 我左勢音的難以相信 和光人與我們同情多時 不曾顯示出任何異種 而魔腐並非可以侵入入體之物 而若他身上真的有魔腐 那又是怎麼來的 當初在雲龍山古墓 遇到和光人時 他被兇獸的爪子壓在地上 手中的槍甚至射入兇獸口中 或許是從兇獸口中流出的血血 遇見他的口裡 他在昏迷不醒 不知道與兇獸在原地僵持了多久 那人在如此的情況下保住性命 只要被搖滅的丹药救醒 如此不可思議之處 或許是出於魔腐功效 這就說得通了 血血與常人乃是巨物 一旦露體 必會食心壞賣而死 但若是丈夫潰魄 只剩一息 一絲氣息之人 魔血反倒人 四處修補傷損 反正保護宿主的慾命之效 如此而生的魔腐與宿主融為一體 看來與常人無益 雖可暂時相當無視 但凡其早晚無法承受義務的邪力本質 若是義務的診断嘛 這位仁兄 或許只剩下數年之命 什麼 何大叔他只是數年之命 但你前輩 你對魔腐所知聖祥 一諸如此高明 就叫你救救何大叔 千萬一定要有方法的 他的魔腐與心脈糾結不深 並非無法挽救 不過嘛 若要動刀剖心替脈 這必花了不少時間 如此便需要另一件審物資助才行 是個神物 他請答應前輩說來聽聽 有一種叫做血靈神珠的奇特紅色寶珠 這已傳至於西域某處的獨特法門自成 他的與鮮血相應 像虎物般暫時 他還替心臟發揮運行血脈之類 當年我手頭原本是有一顆血靈神珠的 但是在躲避追兵時 無聖遺失 日後就再也沒找到過 除非你們弄到這個 否則便是為愛莫人做 哎剛好我生產就有 在下曾經遇過一批來自血靈工的敵人 並從他們手中得到一個紅色珠子 一直不知道有何用途 請答應前輩瞧瞧 是否與你所做的血靈神珠有關 就是這個 以血靈工密法製作而成血靈神珠 沒想到你竟然曾經與血靈工的人交手 我真的小看你了 既然有血靈神珠 我可樂意幫你們處理魔斧 不過為了徹底根除魔斧留在庭念的餘毒 我還需要幾樣特殊的藥材 可以靠你去幫忙張羅了 首先這三份用來止血運賣的靈幣十存 據說只生產在殷山靈水的清潭裡面 接著這三份吸取魂氣孕孕的黑豬魚 藏見古葬藏雞 還有五份洞穴中獨有的明金幽蘭 要小心它的劇毒 最後也是最罕見的三朵冰心雪蓮 用來化解魔斧留下的會血 是非常珍貴的稀有藥物 這個我也不確定難以有 據說在人世以外的 聖兄弟 我覺得自己已經沒事了 模仿什麼的無關緊要 我也不再誇人多久 真實有命 你們就不用為此費心了 聖大哥和大叔起來之後就想要下床 他不肯我的勸 我阻止不了他 聖兄弟妹子別在意 不過大哥就是這個性子 難得答應前面願意幫這個忙 我們可不可以辜負他的好意 裝有些藥材不好找 咱們把這可以試試看 就我說阿和大叔 聽你說還是中期不足 別敢說自己沒事的 還是什麼不在乎人活多久的傻話 這回事關重大 本姑娘可不得你再耍任性 聖大哥 你瞧姚妹子都如此動怒 你和我們同行那麼久 不理工夫幫你做事不算什麼 既然你已經下床 咱們就上路去找藥材吧 嗯 就這樣吧 多謝大家的好意